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 胡萝卜打底的素菜包子 冬天好 青叶菜比较贵 所以用胡萝卜比较实惠 而且也好吃 那除了胡萝卜以外呢 我们还要准备一些黑木耳 一扎粉丝 先用开水泡开 再被两三颗鸡蛋待会先炒熟 胡萝卜呢洗净去两头 皮呢可去可留 用刨子给它刨成丝 你可以像我这样 直接刨在炒锅里面 那刨到这样 到最后还剩一小截了 不要再刨了 我们接下来就用刀切 再刨会伤到手 接下来 黑木耳洗净 切碎 直接放入胡萝卜一起 直接放入胡萝卜一起 粉丝切段后分开放 也是这样 切小粒 切到它碎碎的就可以 蛋打开后放些盐调味即可 打散 打散后就开火 用一只小锅 用一只小锅 起油锅炒蛋鲜 炒碎它 炒碎 切块后 切块后 换胡萝卜上来炒 我们再放一些油 素包子 好 素馅 可以多放一些油 然后 胡萝卜呢 又很喜欢油 给它翻透 翻透 翻透后呢 我们沽一点水 给它烧开后 焖一下 三五分钟后 我们给它看一看 翻一翻身 你还能闻到 一股胡萝卜的味道 再继续 再个几分钟 焖到胡萝卜熟透了 软软的了 我们就把粉丝放入 然后淋一些生抽 撒上一些盐花 不要用的太咸了 要偏淡一点 因为待会儿 我们要塞很多馅进去 容易变成咸口了 糖我们就不放了 胡萝卜本身它很甜 如果这个时候 你觉得很湿 你就要开大火 给它收干 最后 蛋回锅 翻匀 淋关火 淋一些麻油 待凉后 就可以包了 素包子好 线可以多塞一点 所以炒的时候 不要太咸 那如何发面 如何包包子 在之前我视频里面 都可以找到 有需要的朋友 可以自己搜索 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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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